今晚节目们平安 感谢主让我再一次回到你们中间 继续从路德纪中间来看认识我们的这一位神 我今天的题目叫 被恩待的与被怜悯的 大家注意到 在这个题目的旁边 有一位神的仆人 这是他的新手写下的 被恩待与被怜悯的 大家都知道这是谁吗 严牧师 你知道是谁吗 这是基督之家的创办人寇监督 他的回忆录的名字就叫 被恩待与被怜悯的 我用这个题目来表明 今天我们所读的 我们思考的路德纪的第二章 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人生 是一个被恩待与被怜悯的人生 我们上一次在路德纪的前面一章中间 看到当路德与婆婆拿阿米 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他们是处在一个非常 在人看来很可怜的状态 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 你是否遇到过一些比较低谷的时候 我上一次在这里分享到 弟兄我也曾被lay off 那一次对我是不知道怎么说 是一种很难的形容 因为如果你没有经历的话 实在不能够想象 但是虽然我所遭遇的 没有路德那么拿阿米那么凄惨 但是我在这种低谜中间 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就是人很容易一蹶不振 也就是好像跌倒了一下 以后就不再想爬起来有时候 那在人的经历了低谷的时候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教导 跟我们说我们要自己奋发图强 要自己能够找到力量 能够站立起来 可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我们今天从路德和拿阿米的经历来看 圣经却有另外一个角度 圣经给我们看见 若不是耶和华神来恩待 来怜悯我们 实际上我们所领受的 不过是转眼烟云 好 我们下面 弟兄我先给大家读一下 路德纪第二章的 今天的经文是整个的路德纪的第二章 刚才我读的是特别的核心的经文 路德纪第二章一到三节 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德的亲族中 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 是个大财主 摩亚女子路德对拿阿米说 容我往田间去 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 拾取麦穗 拿阿米说 女儿啊 你只管去 路德就去了 来到田间 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 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 波阿斯 那块田里 我们一起祷告 恩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再次借着你的话语来 引导我们 来给我们看见你是怎样 来在我们的生命中 来恩待我们 怜悯我们 求主恩告孩子的口 让我们众人 不论是讲的听的 都看到我们是在你的手中 来被你引导 被你塑造的手中的杰作 求主让你的话语来触摸到我们 借着路德和拿阿米的经历 也看到我们的生命 是如何被你引导的 祷告不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如果你去在网上查一下路德记的话 会有很多的画册 这里我找到一个图片 是谈到拿阿米跟路德 他们回到了伯利恒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了 拿阿米已经离开故乡十年 那他们当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可是他们已经离开十年的时候 我想我故事没有告诉我们 他们会住在哪里 但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故事有两 这个作者是从两 就好像好莱坞拍电影一样 有两个画面 一个画面就是作者 知道故事的主人公 将要遇到的人物 就是伯阿斯 一个就是路德的角度 路德他自己跟拿阿米 在这个故事中间 他们将要碰到伯阿斯 于是在这个故事一开始 在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他是好像用拍电影的方式 就是有两个角度 一个角度就是作者告诉我们 在南阿米的丈夫 以利米德的亲族中间 有一个人 名叫布阿斯 是个大财主 这个大财主 我每一次读 我就觉得不太舒服 然后我就去查 这个大财主是真的大财主吗 答案是呢 这个词实际上有多重的含义 有的人被 有的人翻 有的译本 是说翻译成大财主 很有钱 还有些译本 不是翻译成大财主 是说 布阿斯是一个 很有影响力 然后很尊贵 然后呢 当然也是 在那个时候也是很有钱 但是他不光是 很有影响力 很尊贵 而且还是一个勇敢的 有什么 有高尚品格的人 我想这还差不多 因为我一直 所以当我们去读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你可以参考不同的译本 来了解说 拿尔米的亲族中间 故事告诉我们 会遇到第三位主人公 布阿斯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 你注意看 第一节跟最后一节 是对应的 第一节谈到布阿斯 最后一节谈到什么 路德恰巧进入了布阿斯 然后第二节呢 到第四节 路德对拿尔米说的时候呢 然后呢 拿尔米说 你只管去的时候 路德就来到了田间 所以他中间的 核心的经文 实际上是在 路德对拿尔米说的那句话 路德说什么 路德说 容我往田间去 我蒙谁的恩 就在谁的身后 拾取脉碎 你知道当 这两个寡妇 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有许多事情 是在这个故事之外 我们需要知道的 就是神在 以色列的律法中间 已经为孤儿寡妇 预备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命令 这个命令就是在 《施命记》记载的 二十四章 他说 神说 你在田间 这是他们回去的是 一个丰收的季节 丰收的季节 那神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丰收的时候 你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呢 如果忘下了一捆 不可以回去再去 然后呢 要留给谁 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 然后这样 你耶和华 你神必在你手里 所办的一切事上 祝福你 除了你不可以去 把庄稼 每一个都收割到回来 以至于孤儿寡妇 拿不到之外呢 神还说 你如果是打橄榄树 枝上剩下的 假设打不到的 或者是等等 你不要再打 要留给孤儿寡妇 摘葡萄园的葡萄 你没有摘够的话 也不要全部都摘完 剩下的也不可再摘 留给聚居的孤儿寡妇 因为你要纪念 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不但如此 在生命纪中 还有一段要求 神为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穷人 的预备是什么 说每三年一次 特别的为贫苦的人捐书 他说每三年的末一年 你要将你本年的土产 十分之一都取出来 存在城中 这就是由李色列的长老们 做这件事情 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 和你城里寄居的 并孤儿寡妇 都可以来吃得饱足 这样耶和华你神 必在你所办的一切事情上 来赐福于你 我们看见远远在将近四五千年的 这是公元前 一千五百到两千年的时候 神借着摩西赐下的律法中间 已经谈到了一个为贫穷人 为没有那么多资产的 这个孤儿寡妇预备的一个福利 所以当路德跟拿尔米 回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 在人看来他们是两手空空 可是在路德和拿尔米心中 他们知道他们是来投靠神 所以当路德对拿尔米说 如果我去往田间去 我去十脉岁的时候 他们实际上是在投靠以色列的神 因为神有这个律法 同时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里很有意思的是 我们看到拿尔米说 女儿啊你只管去 你知道吗 当一个年轻的女子 一个外邦人到一个寄居的地方 她要去在田间跟着那些收割的人 去收取麦穗的时候 从某种角度来说 是一个蛮危险的事情 就好像说一个年轻的女子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间 然后她是去捡取人家收割的麦穗 拿尔米为什么不跟他的路德去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说 在紧接着在前面的第一章的结束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拿尔米心中还没有 还充满了愁苦 一个人在低谷的时候 很难自己把自己拔出来 于是神就给我们看见 神使用路德 这位年轻的外邦的女子 成为怜悯跟恩待拿尔米的一个工具 路德就奋发的起来说 我要去 因为你不可能坐等 他们两个寡妇也要吃饭的 所以他就说我来去 所以拿尔米说 女儿啊你只管去 我们可以看到说 拿尔米在这里的时候 他心中是仍然没有走出这个低谷 而故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路德就去了 可是呢第五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好像我们读 读这个很特别的就是 他恰巧 如果看英文或者是看希伯来文 他们说 这个词就好像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就好像说运气太好了 就是说拿路德的运气的运气 让他跑到波瓦斯的田里 这个对我们读圣经的来说是一个 我觉得是神给我们 好像在圣经中突然向我们 把他的眼睛睁开 向我们眨了个眼睛 让我们wake up 说我们知道 圣经的故事的作者是一个信神的人 他相信世界上有运气吗 他不相信 他写的时候说恰巧 就是神在这里向我们眨个眼睛 说真的是恰巧吗 你们想想背后是谁 好 接下来我们看见这是第一个第一幕 就是给我们看见说 耶和华神实际上在整个的 当路德和拿尔米回到家乡的时候 他已经告诉我们 他提醒我们 他路德和拿尔米所投靠的是哪样一位神 刚才这个Chris弟兄在私会的时候也提到 神在出埃及记中 第一次向摩西显示他是谁的时候 特别指出他的第一个特质 他说什么 他说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 是什么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所以你注意到神第一个启示他的特质 他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叫 被怜悯与被恩待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说 整个今天的这段 《路德纪》的第二章是很特别的 这是在一天发生的事情 在这一天中间 拿尔米对那两个儿媳妇的 在人看来只是一个 好像可能就是一个好的祝福 祝愿 可是已经得到了 开始得到了印证 在第一章第八节 当两个儿媳妇要离开 不舍得跟拿尔米分开的时候 拿尔米却说什么 说你们回去吧 愿神恩待你们 像你们恩待 已死的人与我一样 我们知道 他有两个儿媳 一个是什么 俄尔巴 一个是路德 只有一个回去 而另外一个路德 却紧紧地来抓住了拿尔米 所以我们在第二章就已经看见 神使用路德来恩待 来怜悯拿尔米 在接下来的故事中间 我们看见另外 当拿尔米当路德 刚好跑到波阿斯的田中的时候 故事就有了新的发展 波阿斯在第二章四到七节 我们看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 对收割的人说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他们回答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波阿斯就问监管收割的人说 那是谁家的女子 监管收割的人回答说 是那摩亚女子 随从跟随拿尔米 从摩亚地回来的 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 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 他从早晨直到如今 除了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 藏在这里 我不知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 有什么感受 但是你知道许多人 读到这个时候 都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刚好 波阿斯就从伯利恒回来 刚好是在路德 在田里拾取麦穗的时候 他就回来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波阿斯第一次 在整个故事中间 第一次所说的话 刚开口说的话是什么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然后呢 他的仆人怎么回答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当你把这个波阿斯 第一次说的话 跟路德第一次说的话 跟拿尔米第一次说的话 往回看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三个人第一次开口说的话 都是用耶和华的名 来祝福别人 所以这不是一个偶然 故事虽然没有说 故事给我们看见 在背后这三个人 他们与神的关系 而接下来我们看见 有一个爱情 我们不知道 很多人说是一个 叫做一见钟情 因为波阿斯不仅注意到 他的故宫 还注意到谁 还注意到在故宫中间 有拾取脉穗的 有一个新的外邦的 一个新的女子 所以波阿斯说什么 那是谁家的女子 从这里我们看见 波阿斯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细心的人 他知道他的手下是哪些人 也知道哪些是从别处来的 而监管收割的人呢 回答的也很有意思 他说他特别强调 路德是什么 摩亚女子 跟着拿尔米从摩亚地回来的 但是他也给我们正面的 看到路德的品格 他说什么 他说路德是请求 可以跟随收割的人 拾取脉穗 同时呢 你注意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路德做了些什么事 路德是从早晨 直到如今就怎么 除了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 干什么 藏在这里 从这里简单的几个形容词 我们就看到说 路德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女子 我们知道拾取脉穗 是一个 我们今天可能已经没有这种 这种体力活了 但是如果你走两步 就去弯下腰来捡一个东西的话 你知道那是一个 对乞丐 对这个体能一个很大的考验 尤其像弟兄 我是做这个办公室的 这个就是做电脑的 所以呢他们就发现说做电脑很久的 在办公室做很久的 这个工作 对身体非常不好 简直说比 甚至有人说比抽烟或者是还糟 因为没有运动 可是这位路德 他要做的是一个很 是一个对体力要求很高的 因为他我们知道说 这个田间收割卖穗 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 因为那是一个非常繁重的 而且要很多人来人往 然后呢 他还要把脉穗拾起来之后 还要什么 还要把脉穗一直背在身上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说 而且我像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都会比如说在公司的话 就可以起来 旁边就有什么 饮料洗手间 对不对等等 你就可以去出去rest一下 可是在田间有什么 田间就是土地卖田 就是这样 他喝水 他休息 这些都是一个问题 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子来说 他能够从早晨一直做到如今 这里都给我们看见路德的 一些很重要的品德 她是一个殷勤的女子 她也是一个认真的来 故事继续发展 我们看见波瓦斯的出现之后 波瓦斯就对路德说 他说女儿啊 听我说 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 也不要离开这里 你要常与我的使女在一处 我的仆人在那里 快田里收割 你可以跟他们去 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 你若是渴了 就可以到器皿那里 喝仆人打来的水 接下来就是我们看的这段经文 路德就俯伏在地说 我既是外邦人 怎么蒙你的恩连续我呢 波瓦斯说 自从你丈夫死后 你像婆婆行的 就是你离开父母和本地 到素不相识的民中 这些事人都告诉我了 愿耶和华 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你来投靠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路德说 我主啊 愿在你眼前蒙恩 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 你还用慈爱的话 安慰我的心 所以我们看见 波瓦斯是一个善解人意的 他看到路德的殷勤 他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跟路德做的事情 不是他分内的 可是他做了一件 非常充满恩典的事情 他说不要去别人那里 表明他要供应路德一切的需要 而且他说要长与我的使女在一起 他考虑到路德的什么 安全问题 接下来还说 我的仆人在那里收割了 你就跟他们去 这样呢 他就表示说 我田里这些割剩下的都是你的 然后他接着说 不可欺负你 也就是说他也知道说 人会欺负那些外来的 不熟悉的 或者是不合群的 因为路德是摩亚女子 很容易的就被人觉得可以欺负 所以他这里给路德的照顾 他说你若渴了 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他把路德 路德本来是一个 是需要施恩惠 但是不需要把他当成自己的什么 家里的仆人一样 那么带他 可是波瓦斯却充满了恩典和怜悯来带路德 所以路德在这里就看 并没有说 哎呀 就 不是顺着往上爬 反而却是什么 充满了感恩 他说 他俯伏在地说 我是外邦人 你注意到他没有说 你带我真好 能不能带我更好一点 他说我是外邦人 怎么蒙你的 他觉得我不配领受这些 你还要顾恤我呢 可是波瓦斯却说 这就是告诉我们波瓦斯一见钟情的原因 波瓦斯说什么 他说因为你从你丈夫死后 你像婆婆行的 他像婆婆行的 就是他恩待怜悯他的婆婆 对不对 他说他离开父母和本地 到素不相识的民众 他说这些事情 你不用跟我讲 别人都告诉我了 所以我们看到波瓦斯 波瓦斯他注意的 不仅仅是一位外邦女子 到他中间去领受恩典 而且他注意到 这位外邦女子 他的生命的本质 是投靠以色列的神 所以这里这句话非常重要 他说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我们知道 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 后面他将要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他只是说 他是一个祝福 但是后面我们知道 他最后会娶这位女子 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所以当路德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心里非常的充满了感恩 因为他说什么 他说我主啊 愿在你眼前蒙恩 他说我不及你的使女 因为他意识到 他领受的待遇 就跟他的使女一样 但是你还用慈爱的话 安慰我的心 为什么我们要 作者要记载路德的回应 因为在这里我们就知道 路德一个领受 一个真正被恩待 被怜悯的人 他是知道感恩的 他并没有把他所领受的恩典 当成是该得的 甚至说 我本来就应该 因为我来投靠以色列神 你这些 你这些信神的人 怎么不来好好待我 我们遇到 是有人是这样子的 有的人说 教会是有怜悯有恩典的 那我到教会中间 有人不跟我打招呼 我就不是很高兴 然后呢 有人忘了关心我 我也不舒服 然后我就在想 是啊 教会是 弟兄姐妹 因为可能有些时候 无意中舒服了 但是 我们又知道说 恩典 本来就是不配领受的 恩典是神所赐的 给人的一个福气 当路德领受恩典的时候 他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领受恩典的时候 表明他 他的回应 表明他真的知道 他信靠神 所以他觉得他不配领受 他没有想当然说 这是我该得的 接下来第十四到十八节 我们进一步看见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了吃饭的时候 伯瓦斯就对路德说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 就是一天 今天这一章 一天发生的事 伯瓦斯就说 你来这里吃饼 将饼站在醋里 伯瓦斯 路德呢 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 他们把轰了的穗子 递给他 他吃饱了 还有余剩的 然后呢 他又起来 又拾取麦穗 这个他 应该是女字旁的他 伯瓦斯就吩咐 仆人说 他就是在捆中 拾取麦穗 也可以容他 不可羞辱他 并要是从捆里 抽携出来 留在地下 任他拾取 不可斥贺他 这样路德就在田间拾取麦穗 一直到晚上 将所拾取的麦穗打了 约有一依法大麦 然后呢 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 给婆婆看 又把他吃饱所剩的 给了婆婆 你注意到这个故事 进一步发展的时候 波瓦斯的对路德的好 是越发的好 他开始只是提供水 提供休息 提供保护 现在还提供什么 提供饼 然后呢 还要把饼站在 大家知道这个醋是干什么的吗 让下饭 不仅仅是下饭 有什么用处 醋还有止渴的作用 这样他就不用喝那么多水 这样可以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预备那么多水 给走的所有人 所以当他提供这个食物 给路德的时候 然后呢 还把烘的碎子递给他 他吃饱了 还有剩余的 表明什么 表明 他不是刚刚够他用 而是什么 好像buffet一样 还有剩余的 进他吃 包肥一样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注意到说 路德不是说 哎呀 现在布阿斯对我这么好 我更好跟他拉近关系 以后说不定 我就可以衣食无忧了 有这样的女子 可是路德却不把他 所领受的恩典 当成想当然的 他是什么 他起来又失去脉髓 也就是说 他把他自己放在一个 非常谦卑的地步 因为他实际上 跟布阿斯是没有关联的 对吧 是布阿斯给他额外的恩典 跟怜悯 那我们知道 布阿斯又对仆人说什么 说就是他去 在捆中 拿骂 麦穗 也可以容他 我们知道路德不会做这种事情 但是我们 为什么 作者要记载 布阿斯的这个 对仆人的吩咐 我想这就给我们看见 这叫恩上 加恩 布阿斯的心中 是充满着恩惠与怜悯 所以他说不可以羞辱他 他知道给人好处 还不能够什么 羞辱人 这个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叫什么 接来之时 布阿斯不是那种 接来之时的 他是心中有怜悯 有恩典的人 然后 不可 赤贺他 等等 接下来我们看见 路德 在田间拾取脉穗 直到晚上 将所拾取的打了 约有一一法 你知道一一法有多少 我想我们这里已经有学过 路德记的弟兄姐妹 应该是将近二十磅 三十磅 二三十磅到五十磅 你要想想 这位女子 如果她拿着 她一天下来有一一法的大麦 他们说算了一下 这个根据这个算法 就是两个寡妇 应该这一一法大麦 可以吃一个星期左右 一个星期左右 那我们知道 丰收的季节开始了 当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 刚好是割大麦的时候 实际上割完大麦又有什么 小麦 一共大概是五十天 也就是说 如果按照路德的 这个工作的这个效率的话 又按照波阿斯的这个恩典的话 一年才多少个星期 一年才五十个星期 四十九天 假设还有一天是安息日的话 不管怎么样 路德这样殷勤工作的话 可能就在这短短的七个星期内 就可以把她一年的 她跟婆婆的 这个 就是养生所需的基本供应都有了 所以说这点给我们看见 波阿斯对路德的恩惠与怜悯 是一个非常出乎人的想象 以期待的 好 那 我们 接下来看 路德今天一天辛苦打工回家了 那路德回到家中 婆婆是怎么看的 拿阿米就问她说 你今天是在哪里拾取脉穗 在哪里做工呢 愿她顾许你的得福 拿阿米婆婆虽然没有能出去 与路德可以两个人一起来 获取养生的 但是她现在看到了 这个路德带回来的这些什么 麦遂 就心中开始有了 有了回应 路德就跟婆婆说什么 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 那里的人做工 拿阿米就对儿妇说 愿那蒙耶和华赐福 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 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 拿阿米又说 那是我们本族的人 是一个致敬的亲属 然后摩亚女子路德就说 他对我说 你要紧随我的仆人 拾取麦穗 要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奖 只等到他们收完了我的庄奖 也就是说 一直等到这个收割的季节过去 拿阿米就对路德说什么 女儿啊 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 不可叫人遇见 你在别人的田间 这才为好 拿阿米在这里讲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一会儿来思考一下 就是他很注意 这次他很注意 让路德专心地来什么 依靠波阿斯 最后 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 藏在一起拾取麦穗 直到收完了大麦跟小麦 在这一段的 短短的 这一章的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拿阿米看到路德所拾取的这个丰收中间 他只是去拾取别人减圣的脉穗 怎么会有这么多 所以他心中就开始活起来 他就问说 我一定要问问怎么回事 而他开始一下子就想到说 一定是神的祝福 因为他投靠 他们是使用 就是顺服耶和华的律法 来去有 去到哪个田里 都是神的引导 路德就说是波阿斯 我们知道说 最后拿阿米讲的这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记得 弟兄我在上一次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说 拿阿米是一个寡妇 她的丈夫是谁 以利米勒 我说故事 以利米勒的故事实际上没有结束 以利米勒的故事一直随着 伴随着拿阿米 当拿阿米说 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 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的时候 他这里给我们看见 拿阿米感受到说 神的福气不仅仅是临到活人 还临到谁 死人 为什么 因为拿阿米讲了一句话 那是我们本族的人 是一个致敬的亲属 我们中间学过路德 这些人就知道 说这个致敬的亲属 又称为有买赎权的亲属 是最后 神规定的 在神的律法中间规定的一种可能 就是让以利米勒 也就是他丈夫的夫家的名 可以在地上存留的 一个重要的施恩典的方式 所以当拿阿米想到 看到这个波阿斯 听到波阿斯的名字的时候 想到波阿斯跟他丈夫 以利米勒的关系的时候 他心中有一个盼望 这个盼望就是 神不仅恩待我这个寡妇 我和我儿媳 我们这两个寡妇 神也能够恩待死人 因为他知道说 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他们说我们信神 有一个重要的 他们要紧抓住神 在神面前有产业 一个重要的凭据 就是他们的名 能够留在那个地上 所以在以色列人中间 如果你欠别人的钱 欠你弟兄的钱 你可以把地抵押 但是不可以抵押很久 因为那个名是谁 是你富家的名 你要最终要想办法赎回来 或者是在这个Jubilee的时候 就是那个能够还给你 所以我们看到说 在这个故事中间 我用了被恩待与被怜悯的 作为今天的题目 是因为看到说 在整个故事中间 所有的人都在被神恩待 被神怜悯 神是怎么恩待人的 神是借着他的儿女 借着环境 借着各样的事情恩待人 我们看见说 路德成为神恩待拿尔米的 当拿尔米自己 不能够从低拱中 爬起来的时候 路德成为神 让提供给拿尔米 身体所需的那一个女子 对不对 接下来 路德来到田间的时候 从波阿斯那里领受了恩典 可是在他跟波阿斯互动之前 他已经从神的律法中领受了恩惠 就是什么律法 就是神许可 孤儿寡妇 在以色列的收割的时候 在田间只许剩下的 而且你知道他所领受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那个神规定的是给 是给他们中间的孤儿寡妇 有没有包括外邦人 实际上没有讲得很清楚 所以当他作为一个外邦人 到那个田间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看 这个收割的人 他们心情好坏 或者是他们怎么解释律法 那波阿斯的仆人们 受到波阿斯的影响 或者是他是一个 神给我刻意的安排 就是说 他们觉得外邦女子 只要是来投靠以色列神 也可以是来拾取麦穗 所以神使用他的律法 波阿斯来恩待路德 让路德可以拾取麦穗来养生 然后神使用波阿斯来恩待路德 神使用 所以在这个今天的第二章中间 我们看见恩待 蒙谁的恩 蒙谁的恩 然后还有顾序 这些都是在希伯来文中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词 叫做 我们有写下来 叫H-E-S-E-D Hesed 恩惠怜悯 就是神在出埃及地 向摩西显示他的名 他的名说 我是有怜悯 有慈爱 那一样的一位神 充满怜悯的神 所以最后当拿阿米说 他不断恩待活人死人的时候 你注意到 在二十节 愿纳人蒙伊和阿赐福 这是波阿斯 但是注意到 他说因为他 不断恩待活人死人 这个他指的是谁 解经家们说 这是一语双关 这个他既是指波阿斯 也是指谁 也是指神自己 因为神使用波阿斯 来恩待他们 所以在 神借着他的儿女 来恩待人的时候 我们看见说 神恩待人的方式 是这样的丰富 我们看到一个 在人看来 这是一个 简单的石脉碎的故事 可是在人 在知道神律法的人来看 这是神恩待人的方式 然后我们看到说 神还恩待谁 刚才有提到 恩待 以后会恩待以利米勒 但是我们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刚才说 这个故事 经常被人形容为 一个爱情故事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爱情故事 我们知道波阿斯 见到路德 是一见钟情的 但是他见到路德 一见钟情 不是为他的美貌吸引 而是被什么 可能也是有一些了 我们不能排除这个 圣经没有讲到 但是他是被路德 投靠 真神 来吸引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波阿斯 却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说 我们不能只是说 总是神安排 神安排 然后就没有解释了 如果你可以翻的话 你可以打开 马太福音 第一章 马太福音 第一章的 第五节 我们看到说 神实际上 在这个故事中间 神使用波阿斯 恩待了路德 最后恩待了拿阿米 但是我们看到说 在第五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波阿斯是从谁生的 萨门从喇合市生波阿斯 喇合是谁 喇合是在加南地 以色列人攻占加南的时候的 那一个外邦的 最后放了探子离开的 那个记忆 所以波阿斯的生命 我们知道波阿斯称路德为女儿 就好像拿阿米称路德为女儿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波阿斯的年纪不小了 他们说应该是四十五到五十五岁左右 那波阿斯为什么年纪不小 还没有结婚 或者是说在那个时候仍然单身 你知道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 还不结婚又单身的人 并不是充满了怜悯与慈爱的很多时候 他们很多时候可能有各种原因 甚至可能充满苦毒 可是上帝却让波阿斯有这种 你看他的胸怀 对吧 他的地位还有他的话语的温柔 他思考问题的敏锐和考虑到人的需要 所以我们看到说波阿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背景 就是他的母亲是也曾经不是以色列人 他的母亲也是什么 归信耶和华神 归信真神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有太多猜测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说他可能从小也受到过一些 一些你叫纯种的犹太人的一些年幼不懂事的小孩子的嘲笑或者等等 所以各种原因 但是他不轻看那些来投靠真神的外邦人 所以他看到路德 我不知道有没有physical attraction 肯定是有一些的 但是重要的是说他的背景 他的家庭 让他让他知道一件事情 投靠真神的人 绝不是外人 是家里的人 是值得敬重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波阿斯 我们经常想到波阿斯是在这个故事中间最大的恩人 对吧 他是大财主 他又有地位 最后他又成为一个大魏王的 他跟路德所生的孩子又成为大魏的祖父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神也恩待了波阿斯 神在波阿斯45到55岁的时候 给他带来一位什么 一位跟他一样 圣经中跟我们说 波阿斯前面我说的叫大财主 实际上那个财主有一个翻译叫勇敢的人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后来告诉我们 路德也被称为勇敢的女子 财德的女子 神给波阿斯有一个恩典 这个恩典是什么 从好到更好 就好像创世纪中 亚当被造之后 神看所造的一切什么 圣都好 一切都好 但是呢 但是那人独居 不好 圣经中第一个不好 就是什么 独居不好 然后呢 然后就 神就是亚当睡了 然后呢 取出肋骨 为他造了一个女子 因为亚当命名地上 所有的活物 没有一样可以与他交心 对不对 神就造了一个女子 为他陪 然后神见到这两个人 第一个婚礼之后 上帝就说 甚好 从好到甚好 神恩戴波阿斯 恩戴波阿斯 让他在45到55岁的时候 他是孤独的 实际上 让他的生命 不仅是财产 不仅是品格 不仅是声望 还有什么 能够在神面前 有一个知心的伴侣 所以这就是 怜悯与恩待人的神 所以当我预备 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就想到保罗的一句话 保罗说 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你知道主的心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倚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愿荣耀归给我们这一位 怜悯人与恩待人的神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恩主谢谢你 谢谢你 是这样一位怜悯与恩待人的神 你不仅恩待了你的 仆人 布阿斯 路德 拿尔米 你的儿女 这样在今天的时代中间 你也借着同样的方式来恩待我们 你在我们 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就召我们 用你的恩言 你的圣灵 来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 你也同样在我们生命中间 不断地用周围的弟兄姐妹 用许许多多 各样的环境来塑造我们 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 更加向你 追求圣洁 追求认识你 主啊我们为此现场感谢 但是主啊我们也想到 我们是一个作为被怜悯与被恩待的人 我们更应该也用同样的方式 来恩待与怜悯我们周围的人 因为我们本是你手中的杰作 是你要借着我们来彼此塑造 能够更活出像你儿子的样式 就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与感动 让我们生命更多的被你触摸 被你使用 成为那个恩待与怜悯人的 因为我们是真正领受恩典的人 谢谢主 求主祢祝福祢的众儿女们 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不敬礼 感谢观看